好 台东县政府主办的风起园舞部落展演活动 中秋连假三天将回到市区的波浪屋 特别邀请到金曲奖得主的三倍 以及来自国外的南岛组的表演团体 总共有18组的演出团队 带来精彩演出 风起园舞部落展演活动 8月27号或28号暑假尾声在长宾武汉 举办台岸线最终场获得热烈回响 不仅涌入各地游客以及在地民众观赏演出 连线上观看直播人数也冲破千人 而9号到11号中秋连假三天 风起园舞部落展演活动将回到市区波浪屋 特别邀请到金曲奖得主桑不仪 以及来自国外的南岛语族表演团体 等共18组演出团队带来精彩演出 此外在这四集也邀请到许多在地美食 有纯正的义式手工饼皮 结合原封食材的32号餐馆等特色店家 也邀请到台东部落大学的老师摆设摊位 做工艺体验 积极附赠工剑文化的岩岗工艺舍 射箭体验 九鸟桃烧的桃座DIY体验活动等 原民初表示 风起园舞部落展演活动将会持续到10月16号 10月将前往南徽县街里演出 邀请民众一同体验原住民歌舞以及美食料理 介盘这一综合报道